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有个朋友在重庆 做火锅做了二十多年 因为是想把这个重庆火锅 那个味道嘛 带到成土来 它是原来的就是 重庆的水牌火锅 我们这个招牌上就写了一下 生不上火锅也不在意 水牌就是比较 一种锅底味道的 鹿排就是一种菜品比较好的一种 我们这个底料味啊 只生不上火锅也不在意 因为全家不是天然植物炒的 其实原材料都是植物 跟我们加一点香料的 所以身上一点味道就对 现在就是我们加入这个火锅的底料嘛 钻孔花椒和青花椒 锅底头还有就是脑汁嘛 脑汁是提味的 鲜血的鸭血还有这些其他东西 提拉的这个海椒 加入我们的丁粉 提升锅底的醇厚和厚重干的生柳油 加入丁粉之水 最老油茶 一般一锅料炒四个小时 一个锅底基本上有五斤油 然后加一斤的底料 城堂我觉得比较做中摆盘嘛 花儿比较多嘛就是 通勤就是我们的土 菜只要新鲜味道好就行了 土呢就是这个土的腹部 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 这个是很少的一部分 半只土子就只有这么一点 就到锅头你煮水别大煮它煮不老的 土本身的香味哈 加上我们这个火锅比较辣 然后吃起还很嫩 一嚼感觉还有这种 有点汁水这种吃起来 还有我们这个产工头也比较好吃 我们吃鸡肉的这个肥肠头吃 软软爬落 污水味道加上我们这个火锅 辣得出手的比较 有手上的这种白柳黄瓜条 就是黄瓜条就是有后腿部的 比较一个精华的部位嘛 肉质比较细腻 烫不老的这种比较嫩 这辣椒面是我们米子辣椒面 是由两斤 微辣三斤 可辣 才是二层的 吃一片我觉得哈 我这个吃哪一层 吃一片都已经要毛汗了 这种 我们这儿的这个花肉也是一绝 我们这个猪子上的这个美毛肉 其实就是猪子上的牵甲 最嫩的这个部位这种 这里面加的那个红薯淀粉 是我们本店密制的 市场上是买不到的 中间湿都要老清酒 百味贝 九色不大 百味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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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味道却是巴适的很 又新鲜 东西也吃鸡脆 好吃 巴适 欢迎光临 不动如山 清月如河 起虚如灵 起吉如松 经常看小说啊 看书 有时候风零火山来自这个 中规这个顺子兵法里头嘛 火锅嘛 我觉得红火的嘛 感觉舒服嘛 然后比较喜情嘛 先把这个小店做好嘛 做好了之后肯定还是有 想看分店的打算嘛 因为有住到北门啊 南门 有些朋友说里面太远了 其他门都开一下嘛 慢慢来嘛 刚刚才开始第一个店 把技术打好点嘛